知识是理论 只有我们自己的思议 有叫人死的知识 有叫人活的知识 认识神的知识叫人活 世俗的那些 熟血气的人 有权有势的人 因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知识 拒绝福音的这种知识 是让他们灭亡的 格林多教会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照着他们应该知道 他们还不知道保罗说 所以他们自以为知道 那个知识是 让他们自高自大 但是真正认识神的知识 是不可能让人狂妄骄傲的 所以知识也分 福音是生命 福音是消息 带来生命 福音是消息 介绍那位生命的主 透过信福音 接受这位生命的主 我们得生命 福音本身是消息 是一个信息 所以一定要概念整理好了 就是我们那些 敬虔主义的那种观念 神秘主义那种观念 就插舟一样 这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福音和生命的概念 都混淆了 所以有的时候 表述不够准确 还好你这个 诚诚实实地 表达你的这个 里面的想法 这样有机会 可以得到纠正 学神学的目的就是这样 让我们的生命和信仰 向着真理 正确的知识的方向去发展 而不是一种模糊的 朦胧的这种内容 去维持一种 朦胧两可的生命 一种感觉 或者是自己以为的一种状态 必须符合真理的才是生命 符合道路的才生命 顺从真理 遵行神的真理的 这里面 结出的果子是生命 在离开神的真理 这个道路上 我们追求一种 好像这个宗教的体验 或者是感觉的话 那个不是生命 离开真理 所以真理和生命不能分开 好行为很重要 因为它会玷污福音 遮盖福音 人因着看我们这种败坏的生活 人就不信我们 我们的说话也没有权威 是吧 我们这个人是活得很烂 平时就狼来了 狼来了 真狼来了 是跟人喊的是 人都不屌你了 这小孩又来撒谎了 对不对 我们生活品格 因着福音带来的好的生活 见证 是我们传福音的一种基础 但是它不是福音本身 福音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时的消息 让人听信了 所以福音不是传我的生活 你来看我的生活 除非是耶稣自己说 你来看 拉比你在哪住 夫子在哪住 你来看 来看了也不管是让他看 耶稣怎么考虑 耶稣跟他们谈话 讲道 然后他才知道 你有永生之道等等 你是真 你是神的儿子等等 我们用身材的 你应该有幻想法